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印尼的涅工业能否摆脱中国的控制 进入西方市场 随着绿色能源转型的需求激增 印尼拥有丰富涅储量的地位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 中国在印尼涅业中的深厚根基 以及美国新的政策要求 使亚加达面临严峻挑战 印尼急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并希望进入欧美市场 但这需要克服国际协议 投资多样化和环境标准等多重障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 一篇来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 标题是 印尼的涅工业能摆脱中国的控制吗 文章剖析了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涅市场中的角色 以及其与中国复杂的经济关系 涅 这种看似普通的金属 实际上在现代绿色技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是电动汽车电池和锋利涡轮机等设备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涅储量 其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一半以上 然而 尽管这个东南亚国家在涅资源方面占据优势地位 但在市场主导权方面却面临严峻挑战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印尼转型为涅叶大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多年来 中国对印尼涅行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使其成为今日的强大产业 然而 这些投资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更重要的是 它使中国公司在印尼涅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对印尼试图进入其他国际市场构成了重大挑战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正加大力度削减对中国的依赖 并将中国排除在其电动汽车供应链之外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 印尼开始尝试减少中国的影响 全球涅市场专家豪尔赫·乌兹卡特级认为 印尼可能不会完全切断中国的投资 但他们确实希望多元化其行业 将材料出口至欧洲和北美市场 这些市场对电池行业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印尼对其涅行业有着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 这些目标因全球能源转型和关键矿物需求的激增而进一步放大 十多年来 多位印尼领导人 颁布了旨在建设国内涅工业和扩大高附加值制造能力的法律法规 例如 前总统苏西洛·班邦 由多约诺要求矿业公司在国内雇佣员工 而他的继任者佐科维多多在2020年禁止原涅出口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印尼的涅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然而 印尼的计划并不止步于此 世界银行估计 未来几十年 对关键矿物的需求将爆炸性增长 预计到2050年 全球可能需要数十亿吨矿物来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 这种背景下 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正在积极定位自己已从即将到来的争夺中获利 例如 智利 世界第二大理生产国 已经计划将其巨大的理产业国有化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关键矿物安全项目主任格雷斯林·巴斯卡兰表示 新兴市场正在推动如何从资源中获得最佳交易的一程 他认为 印尼认识到投资多样化的重要性 仅有一个投资来源和一个成购方对经济是不健康的 然而 拜登政府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IRA对印尼的长远计划造成了干扰 IRA将电动汽车税收 抵免与电池矿物投入的来源和生产者挂钩 而印尼的涅不符合该法案的要求 主要问题在于两方面 首先 印尼与美国没有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其涅符合IRA要求的必要条件 此外 IRA的补贴还排除 由中国拥有超过25%股份的公司生产的矿物 这对印尼的雄心构成了另一大挑战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 印尼正在加大努力限制中国在其涅行业的投资 并试图重组与中国公司的新涅项目协议 使这些公司成为少数股东 然而 这些措施并不容易实施 根据印尼政治风险分析公司 Reformasi Information Services的负责人 凯文·奥鲁克的观点 监管这些项目的 中国所有权水平可能会非常困难 他指出 纸面上有规则要求透明度 但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确定谁 真正拥有什么 印尼真正想要的是 与华盛顿达成一项关键矿物协议 这将使该国的孽 即使在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下 也能符合IRA税收 抵免资格 然而 这种推动 遭到了一些美国参议员的强烈反对 他们以中国在印尼的投资 该国的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标准 以及其出口禁令为由进行反对 印尼海市和投资事务协调部 部长卢胡特·宾萨尔 潘贾伊坦在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中辩称 立法者对该协议的反对 实际上破坏了美国自身的能源转型 他指出 IRA旨在促进美国就业 降低绿色能源成本 并确保关键矿物的供应链 而对印尼涅的排除却阻止了 美国制造商需要的关键供应进入美国市场 目前印尼和美国正在讨论一项关键矿物贸易协议 华盛顿还提出让雅加达加入矿物安全伙伴关系 这是一个包括14个国家和欧盟在内的多国倡议 旨在确保可持续的矿物供应链 美国经济增长 能源和环境副国务卿和赛费尔南德斯认为 这种伙伴关系是印尼加强其涅液环境标准和治理 以及吸引有利于社区的新投资的机会 然而为了有效吸引新的多样化的投资 印尼还面临更多挑战 奥鲁克认为除非印尼政府希望在涅行业实施更多审慎标准 并要求安全措施、环境修复和污染控制 否则负责任的投资者将很难与已建立的中国投资者竞争 前印尼贸易部长 现任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玛丽·潘格斯图表示 印尼的挑战在于能够提供 适当的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来进行涅矿、开采和精炼 他指出 这将涉及处理商业环境、基础设施、环境标准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等多个方面 意图是有的 但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总的来说 印尼在全球涅市场中的地位和未来发展路径非常复杂且充满挑战 它不仅需要在国内建立一个可持续和多样化的投资环境 还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处理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未来 印尼能否成功摆脱中国的控制 实现其涅行业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将对全球绿色能源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一话题 请大家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让我先来说明印尼涅工业能摆脱中国控制的理由 首先 印尼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聂资源 这是他们的巨大优势 其次 印尼政府已经开始限制中国投资 并加大与西方国家的合作 就像智利国有化离产业一样 印尼也可以通过提高国内控制来实现独立 最终目标是进入欧美市场 这也正是他们的聂定江山计划的一部分 楚天书 你说的没错 但是印尼真的能说摆脱就摆脱吗 中国在印尼涅工业中的投资可不是小数目 这些投资建了一座又一座工厂 让印尼涅产量大增 你以为这些工厂说翻脸就翻脸 根据国际能源数数据 中国控制了全球涅供应链的80% 印尼在这么强的压力下 想摆脱中国的控制 简直是小虾米对大鲸鱼 谢琪琪 你这话说的有点夸张了吧 印尼的确面临挑战 但他们也在积极寻求多元化投资 美国和印尼正在讨论关键矿物贸易协议 这将给印尼提供更多出口欧美的机会 更何况 印尼还有显著的战略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断锈之隐并非不可能 只要政策得当 拿捏换金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楚天说 你这种乐观派真是天真无邪啊 即便美国和印尼达成协议 还有很多问题呢 看看印尼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权利 这些问题不解决 就算签了协议 美国参议员也会抗议 还有 印尼要摆脱中国控制 需要庞大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中国可不是轻易放弃的 试想一下 戒念还没完 印尼的未来也许会更复杂 谢琪琪 说到底 任何转型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 印尼拥有资源优势 并且已经在政策层面上开始动作 正如豪尔赫乌兹卡特级所说 他们不会完全切断中国投资 但会多元化行业 这就像打麻将 不会一直吃碰壶 需要换牌换风 合作的方式灵活变通 捏定江山也未尝不可 楚天说 看你这么快乐 真让人感觉你已经和印尼政府成了马友了 即使印尼多元化投资 他们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挑战依然巨大 想要在全球市场竞争 不仅需要资金和技术 还要解决许多内部问题 捏来捏去 最后搞不好还是中国的控制更深 所以 我们还是要喜忧参半 看印尼怎么奸孽成金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